民進黨立委參選人吳宜農一早站在路口 向過往上班民眾打招呼 不少人上前合照展現高人氣 吳宜農投入選舉短短三個多月 民調集體直追 綠營大咖也先後陪同掃街 過去我們面對的是威權的國民黨 可是你們現在年輕人這一代 面對的是更一個霸權的中國 所以宜農站出來代表年輕人一代 我想我們這一代會稍微放一點心 我們出來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們說千千萬萬 不要談國防這兩個字 因為國家安全沒有票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 全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共識 那就是國家安全非常的重要 吳宜農發起下架吳思淮行動獲得響應 還在選區掛起起目大型看板 號召民眾經過看板時打卡拍照 一起護國保胎 而對手國民黨立委蔣萬安不敢大意 沒對吳宜農緊追不捨 近期是頻繁掃街 也請來黨內大咖站台 選舉勝最後30天 就是全力以服全力衝刺 那任何民調都是作為參考 那我想就是一步一腳印 一雙手一雙手握 爭取民眾的認同 他的對手我很我很訝異 他這個應該高顏值 應該打高數值的選戰 前一段時間亂罵蔣經國 現在又打抹紅招數 我覺得蔣萬安真的夠有風度 所以民進黨講下架誰沒關係 我們現在重點是我們一定票投蔣萬安 蔣萬安也不誇言確實有選民 對國民黨部分居民單有意見 但對選戰節奏是否被對手打亂 則是平淡回應 反倒是朱立倫措辭詞常列 質疑吳宜農的抹紅戰術 雙帥對決話題是持續延燒 新唐人電視台北綜合報導